在重担后的第四天 昨天终于是从家户病房转到了普通病房 为了连胜文的伤势 连战不再让其他的访客来探视了 连战也说治疗过程很痛苦 儿子却是很勇敢 让他相当不舍 在医院陪伴连胜文两个小时 连战夫妇晚间七点多离开台大医院 虽然已经转到普通病房 人对儿子受伤相当舍不得 谢谢大家的关心 这个从开始到现在 这个整个的过程啊 他是非常的痛苦的 非常的痛苦的 那么他也很勇敢 很勇敢面对 然后这个整个的过程是有进步 连方语不发抑郁 神情民众 而台北市长郝龙斌 在结束一天公务行程后 晚上九点前往医院探视连胜文 我刚才没有进去看 因为基本上一个病人 通常尽量少跟外面接触 基本上他恢复的非常好 而且他精神的状况也非常好 而且现在治疗的过程 据我了解 都比原来当初担心的好很多 中枪四天后 虽然连胜文在下午从家户病房 转到普通病房 还透过助理发简讯 感谢各界关心 但据了解 因为怕连胜文伤口感染 连站已经表示 不让连胜文再接任何访客 今天会不会转出家户病房 问一下公共事务是有可能的 那病情在好久 应该逐渐比较好了 为连胜文动刀的台大整形外科主任 汤月璧也在连胜文受伤后第四天 首度露面 而虽然连胜文目前恢复情况相当良好 已经可以下床走动 脸部也已经消肿 但未来的整形手术 恐怕还是难以避免 中间新闻台北综合报道